大家老我是李淡 拜托了学妹 是一个比我好笑一万倍的节目 哈喽 学妹 你好 我不知道手传来会不会很大 就是 然后我最不能理解的一种穿搭 就是牛仔裤 然后配个长孔的靴子 让我非常的不可疑 就像农村里面 大家去田里面 插一样这种装扮 那种就是穿着紧身裤 然后在下人一边走来走去 我就觉得你是来上课的 你不是来健身的 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想把身材的确实 别以为你长不帅 他就不打你 但是穿成这样子 首先会吸引男同学的注意力 有点有点 太暴露了 女生就是应该要穿着精实 更加一点 可爱 拜托了学妹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和明星做同学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学长 你好 可能我更多的体验是 做明星的学姐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当时我是18年9月份的时候 带了吴磊和穿索 他们的写书军训 然后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 就是在礼堂里上军事理论课的时候 在旁边巡视的女孩说话的同学 然后当时吴磊就看着我说 老师你好好看呀 当时其实吴磊是很开心 然后很喜悦的 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把脸 就是弄得特别严肃 就跟他说 你做好把我说话 然后做正 做直 然后我就走过去 特别淡定的走过去了 然后课间的时候 吴磊就拿着他们那个 军训寄笔记的那个笔记本 然后过来跑过来 过去 老师 我没有带手机 我只能把你的微信号 记在本子上 所以你能给我一下你的微信吗 我等军训结束 我拿到钱也去加你好不好 然后我就把我的微信号给了 反正就听嘛 就很乖的就听 然后一下就作证了那样 都会感觉这孩子很会做人 拜托拉学长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好朋友被绿了 你会怎么样去告诉他 学妹你好 首先我觉得是肯定 有必要提醒她的 网上不是有很多段子吗 就是有些拍的视频什么 就带她去吃生菜 带她去草原 然后就是 把衣服也穿成绿色了 有些人头都染成绿的 然后又跟好朋友出去玩 其实我觉得 这些提醒吧 怎么说呢 就是大众话 我觉得 正常的提醒 还是应该要有那种 文采一点 你就可以给她 科普一些诗句 或者是给她介绍 几个新的成语 有一个诗啊 就叫那个 春风又绿江南 明月何时照我还 就在春天呢 所有绿种都复苏了 然后大家呢 这个欲望都很强烈 就春风又刮过来 整个江南岸都绿了 所以呢 你就好好给她解释一下 这个诗的意境 你首先是被绿了 然后能陪你的呢 也只有晚上过两次 非常不舒服 所以呢 就赶紧起身 赶紧找下一诗 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 这个成语叫 彩绿年华 指一个人的那个 风华正冒的那个厨匹 然后她一听 她肯定就 饿了 然后说 嗯什么是彩绿年华 然后你就跟着说 残是悲惨的残 力是被绿的绿 年华就是 你现在的这个年华 然后我觉得你这样一说 她马上就懂啊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没有伤及友谊的提醒了 然后还又让她整个人 变得满醋经伦 还学到了不少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朋友 应该做的 重点是她不加钱 也不伤害自己 拜托了学妹 有一个爱吃醋的男朋友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证明 这说明人家还是很爱你的 哈喽 说学长你好 我觉得是一个挺无语的体验 我也要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一般都顺着她说 啊好呀好呀 我以后不会什么这么晚 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 但其实只不过是下一次再喝酒 不会告诉她而已 拜托了学长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如果不考虑结婚生子的话 是不是男生和男生一起玩会更爽呢 我这吧 我想可能不上 我觉得不要过 你爱他 我这叫我 来吧 零 又有船 我 这真的很赢 我 我想可能